由2012年開始 政府就說推行人人倡道通行計劃 不過進度理不理想 小市民就最清楚 真的很久的起床 有時地盤沒有人開工 利航本來是變民利民的措施 通過了之後 為何弄到現在工程還未完成 終於到星期五了 明天就放假 不過天文台預測有機會下雨 這兩天去玩 都是選一些方便就的 以及配套齊全的地方就最穩妥了 為了配合不同人士的需要 政府在很多地方都會設立 無障礙通道設施 方便大家去到想去的地方 其實政府在十多年前 已經推行人人倡道通行計劃 在多個地方加建升降機和斜台 而在幾年前 區議會已經通過撥款 在天水圍的天橋 加裝幾部升降機 不過居民等到頸都長 都還未見到這些設施落成 這個政策 由2012年已經開始說 全部都做 只是一個排優先次序 我看下來都是會按住人流 越多人要過馬路的地方 可能區議會希望我們率先安裝 這些升降機 到了2016年 仍然是重點工作 希望可以有扶手電梯 或者在電梯 讓大家上行人天橋 爬少一些斜坡 上少一些樓梯 凡此種種 我們希望能夠在政府工作當中 多些考慮我們老年社會的需要 由2012年開始 政府就說推行人人倡道通行計劃 在公共行人路上 加遷無障礙通道 方便市民 不過進度理不理想 小市民就最清楚 真的很長時間 我想已經有兩年多了 有甚麼原因 我也不知道 要問建築才知道 因為都是燈工 沒有人搜 他們都是說這些 很多街坊 跟以前的議員說 這裡要建,這裡要建 他們… 我不懂得說後面的那些 所以到現在四、五、六年後 才能見到它建 我真的覺得是建了很久 為甚麼可以這麼說 因為我經常經過這裡 它經常都是這樣封住 有時的地盤沒有人開工 起碼一年以上 一、兩年了 是 有甚麼原因想到 為甚麼要搞這麼久 搞一下又停一下 搞一下又停一下 不知道為甚麼 無障礙暢空那個 然後說了在天水圍 就說在天橋那裡 就會要加上電梯 用來上天橋 元朗區議會那邊 經常通過了 很久之前 一般街坊 和國山港的這條天橋 是屬於人人倡道通行 第三階段計劃 政府想在元朗區內 四條行人天橋 加裝升降機 讓市民出入 不用走那麼多路 繞這麼大的圈 而市民可以經這條天橋 去到興鐵天越站 天越村 天呈村 和附近的社區設施 所以這條天橋 使用率算是很高 翻看路政處的文件 他們都做過統計 每個小時候 最多有超過2100人次經過 李漢本來是變文利文的措施 為何在2020年上了區議會 通過了之後 搞到現在工程都還未完成呢 那位置應該的正常 是屬於路政處去管的 我看回他們那份文件 寫完工日期 就是在今年的2024年 大約第三季 大約應該是6月至8月左右 但問題是 地盤其實到現在 其實它都是未完工的 我看到那個升降機 其實是修改了 但裡面沒有升降機安裝好 試好未 交換機電工程次測試了未 就不知道它們 因為沒有人開工 為了起這些升降機 路政處當日建議移除一些樹木 也都修改了花槽位置 令到天橋底變了工地 郭先生說經常走過這裡 但見不到工程有員工的跡象 擔心工程是否爛尾 他甚至去翻查區議會文件 想了解一下進度 但還是找不到資料 我看到它們今年開了大約三次會 但那三次會裡面 是完全沒有提過 這個升降機的進度 興建成點 還有沒有跟 但錢是撥了 究竟現在是造成點 究竟它們所謂的2024年 大約第三季落成 究竟下不下北城 其實不僅國山關心 這部升降機的進度 這裏的街坊 每個都希望工程快點完成 做過一個估計 是真的需要才會浪費這些錢來興建 因為這是公帑 你看到斜樓兩邊很長 一是樓梯 另一是斜樓 所以那輪椅 我覺得可能會用升降機的人 比他們利用的方便 當然期待 有時拿些重物 老人家膝蓋痛 不用爬樓梯爬那麼辛苦 有時走斜樓不用單樓梯也辛苦 他從這裏走過天晴村 其實是很接近的 但好像我們這些 現在我還未回到氣 那些人說 嬰兒車、輪椅車那些 現在有很多長者、照顧長者 看到他們推一半 未到平平地都已經扯氣了 我真的覺得這裏應該快點做好 因為這裏真的通了很多條村 現在都是天時熱 我們的老人那些三高 全部都出世了 大熱天時 要那些公公婆婆這樣走 難怪他們會喘氣 到底何時才完工呢 其實由區議會通過撥款到現在 都已經有三、四年了 原來建立一部升降機 都要搞這麼久 我們在現場看 都不是說沒人開工的 不過看款式似乎都要搞一大輪才能搞定 當區的區議員就說 區內的長者經常都問他 究竟這部升降機何時才能搞定呢 不少街坊都希望這幾部升降機 儘快落成 不過等到頸都長都還未搞定 這天我們在現場看見是有工人正在開工 但是四部升降機裡 目測只有一部完成了 拆了圍板 有兩部就圍了板,還在興建 至於另一部呢 似乎就完全沒有移動過 我看到大致的升降機是很好的 但就暈空了,為甚麼呢 是,沒錯 因為它要做一些機電檢測 它拿了機電檢測之後 這個升降機就可以用得到 不過下面那裡還有少許的渠務工程 例如疏渡水管等等的試鶴 這些都是預期之內可能會完工的 我們基本上有問過地政署 他說最快就是2024年的第三季 方面便會完成 所以你看到他們都很努力地 看到他們在工作中 希望是,因為其實真的封在這裡 沒有人坐,我看不到人開工 其實你看到那個工地 剛剛都平整了 你看到那些碩士裝的都開始打出來了 因為堅持延誤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在裡面發現到 有些沙井或渠位的位置 所以就要重新陷探了 而令整個地基平穩了的時候 才可以重新再興建那個升降機 黃曉珊是新上任的元朗區議員 他的議員辦事處就在天澄村 即是在這條天橋附近 因為這是交匯點 很多時候如果他們在這邊沒有升降機 就會有很長的天橋 這個工程主要是會有四部升降機 會興建的 但現在暫時來說 看到有三部升降機正在興建 另一個位置方面 就是在做平整的工程為主 其實由2021年開始 第一季開始就會落實興建這個升降機 完成的預期工序就是2024年第三季 但因為工程中發現了 下面的塗漬有些渠或沙井的位置 重新的陷探 陷探完之後 發現工程上許可了 可以繼續興建的時候 才可以繼續施工 但過程中其實就要明白 就會拖了很多不同的時間 損失了 其實就着有些居民向你求助 或是真的有問過你 通常都會多口問一句 甚麼時候完成 或是會否可以再快一點 因為越快 對居民來說就越好 我都會聽過這類似的信息 其實我們已經去信了地政署 了解情況 我想我們會定期 可能每個月或每個情況下 在跟進之中 陸政署回覆我們說 加件升降機工程 是在2021年的4月展開 合約期是48個月 由於工程範圍 佈滿不同的地下工用設施 加上工程施工 接近輕鐵路軌的位置 令到工程難度增加 廚房說目前工程進度大致良好 不過預計四部升降機 在今年第四季才可以落成啟用 真希望相關部門聽到大家的聲音 可以加快工程的進度 讓老人家出出入入的時候 都可以舒舒服服 其實裝模升降機 不單幫到區內長者 孕婦、傷殘人士都有實際需要 期待設施快點落成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香港主要消費模式多為商場主導 而商場內的店鋪 大部分都是大集團或連鎖店 近年政府鼓勵舉辦 市集等振興經濟的活動 令到更多小店可以參與 增加曝光率 但如果民間團體 想在政府公共地舉辦市集 申請上仍然遇到不少阻滯 到現在到現在